深挂两岸交友合作,增进两岸同胞复制,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两岸同胞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耀。 在闭门交换一件事,习近平首先请马英九先生发表一个看法,在听取了马先生的看法后,习近平表示,面对新形势,站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起点上,两岸双方应该胸怀民族整体,紧跟时代的前景复吧, 协索共同两岸关系合同发展反合群,共同实现国家民族伟大复兴,并就是他的四个意见。 第一点一件事,坚持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不动描,七年来,两岸关系能够实现合同发展,关键在与双方确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没有这个定态神增,和平发展之中,就会遭遇惊炮害了,甚至彻底清除。 九二共识至所以重要,在于它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明确界定的连安关系的根本性质, 它表明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连安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不是也不是一中一台,虽然连安迄今三位同意, 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团阵成为分裂,连安同属一个国家,连安同胞同属一个民族, 这些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习近平强调,希望台湾各党派各团体能正视九二共识, 无论哪个党派、团体,无论其过去组装或什么, 只要承诺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 我们都愿意认同其交往,对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 连安同胞绝不会答应,在维护国家统权和领土完整, 这一原则问题上,我们的意志坚入盘施,太过时不容易。 第二点一件事,坚持统固胜败连岸关系特律发展, 习近平表示,近三十多年来, 连岸关系总体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2008年后,连岸关系走上和其发展道路, 处于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期, 要和平,不要冲突,要交流,不要和解, 要协商合作,不要宁可对抗, 成为连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连岸关系已经不再存于以前的激烈对抗, 激烈中途,激烈对抗的独立状态, 连岸关系发展历史告诉我们, 台海动荡紧张, 连岸冲突对抗, 民主深受其害, 走和平发展时, 某护理双银之导, 立在连岸当下, 封在民主千秋, 连岸同胞, 应该倍加分析和平发展成果, 彻底化解连岸第一,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努力构建稳定的连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框架。 在谈到建立连岸热线的问题时, 习近平表示, 连岸双方应该加强交流对话, 增进政治公信, 通过平等协商, 积极探讨, 推动解决两岸之间长期存在的各种难题, 同时管控好矛盾和分析, 设立两岸热线, 有助于双方及时沟通, 避免误判, 处理紧急问题, 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 可以先建立起来。 关于两岸, 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问题, 习近平强调, 双方应该相互踪踪彼此的选择, 避免让这类分析干扰两岸交流合作, 伤害同胞担心。 在台湾事外活动问题上, 习近平表示, 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对参与国际活动问题的想法和感受, 重视并推动解决了许多意思相关的问题, 只要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众逆台, 连岸双方可以通过务实协商, 做出核心合理的安排。 吉林强调, 当前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限制威胁, 使台独势力及其封烈的活动, 台独煽动两岸同胞敌意和对立, 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迫害台海和平稳定, 阻挠两岸关系发展, 只会被两岸同胞带来深重的祸害, 为此两岸同胞要团结一致, 坚决反对。 第三点一件事, 坚持为两岸同胞多么不治, 两岸一家亲, 家和万事兴。 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卓言典和弱小典是要增进同胞的亲信和福祉, 让两岸同胞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只要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的亲信和福祉的事, 只要是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 只要是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 两岸双方都应该尽最大目的去做合, 并且大好事办好。 习近平表示, 我们愿意首先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两岸可以加强宏观政治沟通, 发挥好各自优势, 拓展经济合作空间, 做大共同利益与蛋糕, 增强两岸同胞的受益面和获得感。 关于两岸正在商谈的货务贸易, 两位护士办事机构的命题习近平表示, 双方可以抓紧商谈, 争取早日打成一致。 他还表示, 欢迎台湾同胞, 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 欢迎台湾以适当方式加入亚头航。 习近平提出, 要加强两岸文化和教育, 教育而做, 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 争强两岸, 争强同胞晋升友败, 为民主未来培养优秀领态。 在谈到两岸同胞交往和青年问题时, 习近平说, 现在还有很多台湾乡亲从未来过大陆, 我们热忱欢迎他们来大陆, 走走看看, 参与到两岸交流大潮风来, 要为两岸青年学习, 就业创业交流提供更多机遇, 创造更好条件, 使两岸继承民众, 尤其是青年一代, 曾为推动两岸关系大战, 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 第四点一件事, 坚持同行实现中华民族大复兴, 习近平指出, 中华民族有延连五千多年的灿烂物力, 但近代以来, 屡遭列强欺几礼, 一百二十年前, 台湾惨遭外族侵占, 成为全民族的晚心之空, 一九四五年, 抗战胜利, 台湾康复, 才洗发了半世纪的民族失落, 连岸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民族强盛, 赤连岸同胞之夫, 民族弱乱, 赤连岸同胞之祸, 实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与连岸同胞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当前, 我们比任何, 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接近, 更有能力实现这一伟大梦想, 相信, 实现中华民族的这一伟大梦想, 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 这一伟大梦想, 会缺帮尊重的精著。 对于! 老师, 谢谢我也不信你啊, 互运是台湾的一体啊, 台湾的台湾大的, 文艺局跟上, 台湾、台湾的一体, 请您 请您, 请您之间, 台湾报大了, 我真是什么? 大家好, 谢谢台湾, 台湾的私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我想关于这个 台湾选举的问题 我呢 郭台湾其实翻译了多次 表明 也讲过 我们不介入台湾选举 我们关心的是 推动两岸关系 继续调整政治的方向发散 但是 我们更加看重的是 两岸关系 过去这六十六年历程给人们的启迪 更加看重 连岸关系的未来 正如 这个习丽丁 在连岸领导人会面中 所指出的 只要有利于增进连岸同胞的亲属和图属 只要是有利于 推动两岸关系和对方的问题 只要是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意义的事 两岸双方都应该努力去做 好吧 我就回答你 我们刚才开到的是新加坡现场 我们稍后休息一步 等一下馬漢會到現場來 無論評判或是曲折 多少人就有多少賽道 一步一期間樂意的深風景 能暖重行 一起為生命努力